说好的只有东风21D,怎么还有东风26呢? 这是中国抗战70周年阅兵之后,广大军迷用来调侃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网络流行鱼。 温习指出,虽然只是调侃鱼,但这却反映出了美军对于中国东风系列导弹的畏惧感。 目前,解放军二炮导弹部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。 其中,东风11和东风15进程弹道导弹,以每年约100枚速度增长。 此外,为应对美日军事挤压,解放军二炮还针锋相对地打造多座新前进基地。 加拿大汉河防评论报道,据美国卫星图片显示,中国二炮部队部分导弹位置已经向东南沿海迁移。 其中,广东勺关的局地大幅扩充,增加多种新型导弹,不仅包括东风16还出现了21个大型导弹车库和洞库。 日本外交家杂志更是指出,中国东南沿海地下至少有20个导弹形成的洞库, 还可能新部署了大量东风21、东风26中程弹造导弹。 而在韶管级地,包括钓鱼岛、冲绳群岛等大部分东海区域都在该导弹射程之内。 再加上解放军部署的暗击反导导弹和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力量, 完全可以实施多重导弹高低搭配,在射程上形成密集的火力管和打击圈。 这对美日来说有着巨大的压力。 据报道,二炮还进行了一些太空防御作战演习, 这种秘密演习十分强调,遵守时间程序, 以及严格按照战役准备、战役实施。 战役结束三个阶段进行, 太空防御作战计划,包括阵地数据库、导弹数据库和武器基本参数等, 都属于最高紧密,处于封存状态。 与此同时,二炮还在组建新领战部队, 该部队主要负责战略威慑,主要是对美战略威慑, 其威慑方式包括适时公开远程导弹、洲际导弹和方射锦的图片, 以对美国起到警示或迷惑作用。 从上面的情报分析,我们可以看出, 如果美军彻底展开基地分散计划, 是有可能逃过被一锅端的命运, 并且能为后续反击,积蓄相当大的力量。 而解放军想要覆盖美军的全部军事基地, 其所带来的经济、社会层面的变动, 将不亚于美苏军备竞争。